龙板亮银枪,枪长一杖四,重物是三井,枪身乃混铁金刚打造而成,带盘龙雕纹坚固而带韧性,枪头乃白,锋锐无比。 这把宝枪是赵云师父同渊亲手打造,枪头形状特别诡异,乃蜀国五虎上将赵云的贴身兵器,就是这把龙板亮银枪。 跟随赵云征战大小上百场战役,无一失败。 三国时期,刘备到处招兵买马,长山的一位壮年前来报到,队长罗平安负责登记资料,壮年自报姓名,赵云。 这个人便是被后人称作常胜将军的赵云,队长罗平安跟他是老乡,也来自长山。 二人因来自同一个地方,很快就成了好朋友,并且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望,那就是希望天下太平。 转言,魏国的军队已经来到了这里,诸葛亮,蜀国的军师也来到了此地。 他算出今晚必有倾盆大鱼,点闪雷鸣。 如果今晚有人带队杀到魏银,一定会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 罗平安和赵云接下了这个任务。 罗平安和赵云一系到达曹军军营后,真的下起了大鱼。 趁着大鱼将魏军突袭的片甲不留。 但是很快,魏军的先锋就赶到了,并将罗平安挑翻。 赵云看到后,马上过去帮忙,抢过先锋手中的枪,一枪将其四死,这一场,蜀军完胜。 但是赵云把所有的功劳都让给了罗平安。 魏军的这一次败仗,曹操大奴,决定亲自出马,还发誓一定要把刘备消灭。 曹操派大军攻打刘备,刘备为了争取民心,护卫百姓一同撤离。 行进速度很慢,最后被困奉明山。 这时的罗平安负责保护主公的家眷和小阿斗,赵云则负责帮助难民离开。 但罗平安走错了路,和刘备的两位夫人走散了。 罗平安赶紧报告刘备,此时张飞大怒,拿起兵器要打死他。 最后是赵云用长枪拦了下来,张飞和赵云打了起来。 张飞的杖八蛇毛可不是吃素的。 一下就能将木柱刺穿,赵云却没有丝毫畏惧,二人上下翻飞。 打到的十分激烈,赵云居然把张飞打退。 关羽看到三帝九宫不下,便拿出青龙掩月刀助他一臂之力。 关羽一个跨步身心一闪,武器大刀。 此时的赵云越战越勇,他腾空而起,在空中悬伸,长枪挥洒,止散关羽。 见他站立不定,正好凭内力将他兵刃震飞,双枪相交。 赵云居然能扛住两位大将的合力,在他们手下不落下风。 这时刘备出手阻拦他们,同时刘备被赵云的枪法征服。 赵云想替罗平安救回少主,刘备心里十分感动,把自己的战甲赐给他。 关羽和张飞也决定护送他一程。 管二爷的青龙掩月刀甚至凶猛,一刀就把卫军赐死,张飞更是勇猛征战。 此时的赵云找到两位夫人,但是两位夫人已经全部被害。 赵云在一位夫人怀中,发现小阿斗。 他将小阿斗系在背后,被他离开。 曹操带卫军赶到,他吩咐手下活捉赵云。 赵云想杀出一条血路,但还是被打倒在地。 挣扎站起来后,继续厮杀。 一位敌将就用铁锤锤降了他,这一锤瞬间让赵云想起,在主公面前取下了承诺。 一下子就清醒了,继续拼命刺杀。 曹操看到这一幕,对孙女说,一定要记住, 宁叫我赴天下人,休叫天下人赴我。 这时卫军又来了一队人马,赵云的坐骑前来护主, 他赶紧跳上马,插到曹操面前,二人打了起来。 赵云把曹操的剑夺了过去,自己起码跳过悬崖。 卫军要射杀赵云时,曹操制止,他想申请赵云。 曹操对赵云说,终有一天我会抓到你。 赵云因这一战,天下为名,刘备身赵云为将军。 赵云回到家乡常山,乡亲们以最高礼遇接待这位将军, 还把他的故事做成皮影戏。 就在这时,赵云也邂逅了自己的爱情。 赵云数十血战从来没有败过,因此被后人称他为长盛将军。 刘备这边成立了蜀国,关羽是前将军,带领官家守荆州, 一聚东吴孙权。张飞是右将军,带领庄家军守汉中,聚曹操。 马超是左将军,带领马家军守西川。 黄中是后将军,带领皇家军守中军。 赵云是义军将军,统领全军,出师北伐。 赵云拿起龙胆亮银枪,五虎上将为刘备征战沙场。 但是上天不倦又蜀国,关羽大义施荆州,最先阵亡。 张飞因报仇心窃,也落得惨死。 最后五虎只剩下赵云。 刘备死后,诸葛亮并没有继任,流产成为新的皇帝。 他果然是扶不起的阿斗,全无斗志。 诸葛亮准备北伐,关羽之子关心龙,张飞之子张包。 两个人都想强作先锋,赵云到来,请命出师。 诸葛亮不想让赵云去,因为五虎中只剩他一个了。 主要是年龄也大了,如果这次战败了,长盛将军的头衔就要被辱没了。 但赵云执意要去,诸葛亮给赵云两个锦囊,告诉他, 大军走到第一岔口,打开第一个锦囊,如果遇到危难,再打开第二个锦囊。 赵云走之前来到了祠堂,看望其他四位将军, 祠堂里赵云的位置已经预留好了。 这时罗平安出现,是他一直在祠堂打扫。 赵云成为将军以后,他们二人很久都没有见面了, 罗平安请求赵云,想跟他一起去北伐。 就这样,赵云带着关心和赵包,踏上了北伐之路, 随行的还有罗平安、邓芝和赵家军。 他们到第一分岔口,打开第一个锦囊。 锦囊中,诸葛亮让关心和张包跟赵云分开, 等到六郡之前再会合,赵云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, 让关心和张包走大路,自己走小路, 却没想到遇到卫国军队,领军的是韩德。 他让儿子去杀赵云,拿成翔,赵云宝刀未劳, 很快将他儿子挑死。 韩德赶紧让其他三个儿子一同上阵, 赵云以一敌三,几个回合下去, 韩德的三个儿子都死在赵云手中。 但是赵云也中了一箭, 这时韩德准备撤退,赵云连忙追了上去, 却中了卫军的埋伏。 赵云用了五猴战车, 将卫军打得倒地一片, 邓之猜测他们中一定有内奸, 才会让他们三面受敌。 危机时刻,赵云打开了第二个锦囊, 诸葛亮要将关心和张包调走, 去攻取六郡, 让赵云和曹云相抗三个时辰, 然后关心和张包回来, 把曹云歼灭。 曹云不愧是曹操的孙女, 兵法和心术都非常厉害, 他派出手家攻城, 想办法活捉赵云, 赵云受伤, 邓之出城迎战。 曹云为了收买韩德, 对他说, 今天你失去了四个儿子, 但你却得到了一个女儿, 他认韩德为义父, 韩德最终真的被感动了。 真是上天不诱赵云, 关心和张包被杀, 曹云来挑衅, 赵云一怒跟曹云打了起来, 曹云并不是赵云的对手, 很快被打倒在地。 赵云嘲讽曹云, 说曹云比曹操差多了, 可最后还是放了曹云, 曹云回去后, 赐给韩德汗血宝马, 让他去抓赵云, 而赵云这边伤势更重了, 这时卫军再次出击, 向他们设带火的共箭, 引发炸药爆炸, 死伤无数。 此战过后, 就剩下赵云和罗平安, 罗平安对赵云说出了真相, 是罗平安出卖了赵云, 因为罗平安比赵云当兵早很多年, 但终是一事无成, 他嫉妒赵云, 并且为国答应事成之后, 让罗平安做将军, 最后赵云让罗平安为自己卸甲, 明最后一次战鼓, 赵云提枪迎战, 冲向战场, 不过这次, 是他独自面对千军万马。 到此影片也就结束了, 想起杜甫的那首八阵图, 攻盖三分国, 明成八阵图, 江流石不转, 遗恨尸吞吾, 子龙一身虎胆龙威, 奈何未遇明珠, 明珠暗头, 天意弄人呐。 感谢您的本次收看, 下次我们不见不散。